那我觉得看不同年代了 比如说如果就是我们新中国那刚成立的时候 如果那个一个外国人进来了 他肯定觉得中国女性都是勤劳善良 勇敢这样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女性形象 就不像你这样的小小脸蛋的 都是像我这样要脸蛋大一点的 就是那时候比如说张瑞芳也好啊 就是那个朱细娟也好啊 都是那种就是apple face 然后就是眼睛火啦啦的 谢静说他那时候找到朱细娟来演 或是娘子军的时候 就是说就是朱细娟方脸 那个大眼睛 他说那个火啦啦的眼睛吸引了他 集合 所以那时候就是女性 中国女性是以勤劳善良确立荧幕形象的嘛 所以包括就是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叫什么 刘宝的故事 刘宝的故事不是那个副班长到了那个村上 爱上了那个二妹子 就是马上被那个指导员谈话了嘛 军队进入驻扎 然后怎么可以爱上当地的妇女嘛 然后副班长就就直接说他说我爱他 因为插秧夯潮他都会 就那个时候就是勤劳勇敢 这种都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基本本质 现在所有的女性又都是善良的了 这永远回去了 现在所有的女性都不是回去了 是因为只有善良才能进入套路 我不善良 又多十几又多二十几 所以现在善良就完全是套路了 这个套路还是王硕最早参悟出来的 九十年代初中国电视剧史上 第一部万人空向的现象级电视剧是《可望》 可望就是王硕这么策划出来的 特别不像他的路子 完全不像 完全不像他的路子 可不是他那种反叛的都市青年 但是其实他是非常理性的策划的 他说把所有的善良放在一个人身上 然后让善良的人倒进天下的大霉 这样大家就会特别的心疼他 是不是倒向下一步 就是大家就醒了 人不要那么善良 没有 其实前面你说的那个黑暗荣耀 就挺是对善良的一个批评的 就它里面不是有一个著名的台词 就是也是那个男主的妈说的 就具体我不太记得了 意思就是说 如果好像 你说一下大概 我看我能不能回忆起来 好吧 他意思就是说 如果不是就是说 有一个真实内涵的一个善 这个善是没有价值的 好的 我也没有想起来 他也没有把善拿掉 他后来还是很善的 因为他如果没有善的话 他编不下去的呀 他如果没有善的话 那个三十集电视剧 第二集就结束了 他都是让他非常善良的 那个上阳府里面 那个张子怡 那个上能那个 就是笼络所有的男人 下能指挥那个三军的 但是遇到一个就是侍女的话 他根本看不穿她是什么套路 然后就不停的被他骗 不停的被他骗 然后就是一级一级的 那个拖下去 其实善从来没被拿掉 对 没有被拿掉 比如说在当年我们说 王硕把善拿掉了 塑造了一系列都市反叛女性 他喜欢的那些都市反叛女性的骨子里 都很善 是 就是他只是把表面上的那种 表面上的温柔 表面上的顺从给拿掉了 赋予了他们一些反叛的 个性化的特质 但是他们骨子里是善的 就像王硕这个人 虽然经常口出恶言 但是王硕是一个心特别软 特别善良的人 小红花 对 其实到今天的所有的作品里边 女性形象也一样 就是刚才你们说的那句话 我没看过那个戏 但是我觉得那句话特别好 我能把它找出来 就是刚才说那句是什么意思 说就是没有真实内容的善 是没有意义的 就如果我们我觉得我们塑造 我们表达善没有错 特别好 但是它底下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精力铸造的 它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做基础 我也找出来 他说我发现 我发现盲目的善意和伦理原则 只不过是须有其表的荣耀 他可能会有点题 因为他那个就是盲目的善意 就是须有其表的 对盲目的善意 不过是一点点内疚吧 对或者说那个 一个所谓的傻白甜的善 可能没有那种有价值观基础 有性格和精神的来由的善 更经得住考验和能给人安慰 比如说关于自己刚毕业 然后进律所 比如说面对一些什么样的当事人 然后那时候会讲 或者单身找不着对象 这些困境 等你关于自身的东西 写的差不多 你会往外扩 你会看到一些 可能相对自己身上的也存在 但是会更社会共鸣的一些议题吧 比如说像我现在在巡演这个专场里面 讲到的关于月经羞耻啊 关于像我这个年龄的女性 面临的这种生育压力 然后以及在这种 像这种姐弟恋关系里面 女性要经常承担这个照顾者的角色 这些我自己面临 同时也是我同样年龄的女性在面临这些话题 所以它是一个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但是其实为什么会写这些东西 也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 或者我作为一个人 我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 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好我觉得很不舒服 这个事情我想吐槽它 那我用喜剧的方式把它说出来 刚好台下的人会有共鸣 就都是困境 都是困境 但是你的其实不会给到答案的 不会给到答案 托口人员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也没有答案的 对 但是这影视剧里都是有答案的 对啊这个也就是套路 到最后就是说 他的一个成功 永远是就是说创业成功 创业成功其实还是其次 永远有一个更好的男人出现 就这个男人更有资产 更有容貌 更有资格来爱他 因为刚才您说这个 就让我想起我的前半生 对对前半生也是这样的 就那女的马上就去创业 马一丽马上就创业成功 而且就是作为一个 原来就是花瓶的一个形象 在一年内就创业成功 对 而且还夺走了闺蜜的男友 不受任何惩罚的 对关键是 我的前半生是一书的小说 当年我们是先看见的琼瑶 然后呢新鲜了几天 很快就不爱看了 觉得琼瑶小说矫情 然后就来了一书的 我的感觉是我更喜欢看一书的 你会看到很多网上 会有这种话 就是说比如说你失恋了之后 你要端庄优雅 不要说前任的坏话 说前任的坏话 显得你这个人品不好 但事实上 为什么呀 就是这种话 一定是一个人品 非常不好的前任编出来 骗你的 就是如果我不说前任的坏话 那唯一的理由就是 他可能没有什么坏话可以说 那你俩为什么分手呢 那问题就在我这儿了呀 对吧 我觉得现在我是觉得 如果说像失恋这种话题 如果一个女性失恋了 你确实受到了伤害 你确实有很多不满 你就应该说出来 就应该去发疯 不要什么端庄优雅 因为这些东西会捆着你 你会所有的痛苦悲伤都会向内 其实你会一次一次的受到伤害 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有什么不满 你可以跟你的闺蜜发疯 你可以跟就是 比如说跟你的前任发疯 我觉得不要那些体面优雅 都是让你克制住自己那些 就更自由的表达的 我觉得以前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有那种 就是叫什么 很多阿姨啊 如果说出现什么 丈夫出轨啊 什么的情况 这些阿姨有个绝招 就是去她的单位闹 现在不流行 现在也很多嘛 就是那个拉横幅嘛 去那个 会网上看到 就是说那个 去拉横幅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当你的权益 受到侵犯的时候 你要有表达 你不能端庄隐忍的 就过去了 因为这样的话 别人会越来越欺负你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现在的端庄优雅 限制住了我们 这种负面情绪的表达 就是我们现在 难怪理解了妈妈说 为什么要找一个 有单位的人 因为如果没有单位 你都没法去她的单位闹 去单位闹 西一代的事物 跟我们不太一样 我还以为说 应该是把全部精力 投入工作呢 嗯 嗯 情绪要抒发完 电视剧来说 不是应该去创业了吗 对啊 不是应该 我要先发完风 才去创业 就是你觉得她走的时候 她还犹豫 她还惦记她哥 嗯 她是有感情的 她不像那哥们 那哥们也不是没有感情 但是那种表达方式 实在是太极观了 我觉得她的表达方式 恰恰说明 她那个方式不想告别 就是你那么极端的 跟人 就你跟人分手的方式 如果那么狠 说你再找我就剁手指 不是你觉得 其实她很想 更吸引对方了 对方更困惑了 说我就是要搞清楚 对啊 我就是要缠着你 对啊 对啊 就是我 但是我看到那的时候 看到剁手指这么惨烈 其实从故事设置上说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说不通的故事情节 但是看到这的时候 我居然就想起了 顾长卫的电影《丽春》 你知道丽春里边 有个跳芭蕾舞的男人 他在一个小县城里 对对对 没有人能理解他 没有人能接纳他 他想要一个自己的生活空间 不可以 你必须得像大家那样 上班 结婚 娶妻 生子过日子什么的 你要不那样 就别环境 永远来打扰你和激压力 最后那个男的 为了给自己赢得一个 我的亲近 我主动犯一罪 我假装骚扰女性 其实根本就没想骚扰 我假装骚扰 然后让你们把我抓起来 关一段时间 对 终于没有人理我了 在监狱里 我算文艺骨干 我在监狱里边跳舞 终于没有人打扰我 就是一个人 如果他有他的精神追求 而他的精神追求 超过了这个环境的时候 他有多难呀 他要得到一个 自己的精神空间 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 他甚至要用自伤的方式 像历春里边的那个男人 和像这个剁手指的男人 否则的话 现实环境不允许你过 你自己的精神生活 我必须用这么惨烈的方式 给自己赢得一点点空间 让你们都别搭理我了 让我过我的吧 对 用他的自由 去置换这一点空间 但这个是用肯定 去来写这个故事的 那我觉得弗洛拜 他写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 也是觉得自己的精神 超越了这个环境了 但最后有什么结局 弗洛拜是给包法利夫人 致命的遗迹的 他觉得包法利夫人 就是对那种形容词上瘾了 他喜欢跟那个花花公子 聊那些就是那种 好像外面的天气有多好了 这花怎么样再盛开了 他觉得就是这种聊的方式 才是超过他精神生活的 但他就不能和自己的老公 包法利在一起了 就是村庄里面 就几乎没有一个是好人 对 对吧 而且这样的女性 她就是在她的故事里面 如果她这个女性的追求 超越了她当时的环境 你看最后也是走向毁灭 而且是被弗洛拜讽刺的 超越环境是特别艰难的 更何况你的那个超越 也未必是有价值的 就像《报桑女妖》里边的 要坚决做一个伟大的音乐之音 最后连莫扎特17世纪 还是18世纪 你都没明白 你也未必是什么真正的音乐家 但是那也允许她有这个梦 就是我就想起来 我在湖南的一个小县城采访 碰到了一个女孩 然后那个女孩30岁了 没结婚 她们那个小县城里面 所有的女的都会在23岁之前 结婚有孩子的 这个女孩在当地算条件比较好的 就是什么供电局 这种有国营正式单位 家庭条件也好 学历也不错 但是居然没对象没结婚 就成了她们整个县城里边的 一个异类 尤其在英国文学中 这个就是对希望的这种毁灭性的打击 一直是文学的主题 你看那个李尔王 李尔王不是 就是因为孩子死掉分掉的 是因为就是说 希望那个Claudia复活的 强烈的希望把她弄分掉的 就大量的那个主题都是 就是说希望带来的这种摧残 痛苦 对 我有一期20多年前的节目 最近被人这个考古发掘 在网上热播 其实就是因为一句话 就是一个西北的农村妇女 她生活很正常 她们那经济不错什么的 然后她就说她特别不满足 她说她特别不开心 我说你为什么不开心 怎么了 她说生活挺好的 但是在我们这儿 一个女人 如果她买衣服是正常的 买书是不正常的 我看到 买房子置地是正常的 想出门旅游是不正常的 这是规矩 所有人都要遵守 我的身体在遵守 我的心不遵守 我不要我 什么都没见过 什么都不懂 就很满足 然后她的金句是 下面一句话说 我情愿痛苦 不要麻木 你看她的痛苦是什么 其实是希望 她要见识更多的世界 她要读更多的书 见更多的人 反而是不怀这种希望的女性 麻木 接受现实生活的人 其实是活得快乐的 我这个女嘉宾 其实是一辈子不快乐 到今天 她心里都翻江倒海的难受 但是 那就是因为她 她走在了别人的前面 就是因为她 对更多广大的世界 和更有价值感的人生 有希望 我以前讲到过一个 我去做妇科检查 和妇科治疗的一个段 因为我觉得对女生来说 这都是人生中 不可避免的羞耻时刻 就是你永远进到那个地方 永远那个条件 就是一个帘子挂在那 然后那个帘子 随时被拉开 对 你又不能扑过去 揪那个帘子 对对对 而且还有些时候 是男生直接就进来了 然后你就四氧八叉挂在那 然后本来就处于你非常羞耻 非常尴尬的时刻 还不断地有人进来 然后我有一次更夸张 我在那刚挂在那 要做检查 然后那个医生 开始玩手机 然后我就想 那我到底是 就这样保持这个姿势 等待呢 还是说我先收一收 是吧 你收不起来 对我就一直看他 你当时没恐惧 说他不会拍视频吧 我看到他回信息 然后我就想说 哎呀有点急促 要不先收一收 然后我看那医生 我感觉他要打字打完 他身体刚回来呢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准备好吧 结果他又转过去了 我就整个人 就像一个开关一样 被他控制着 他转来转去 然后我人就有张合 我就觉得 然后中间有一次 比如你躺着那 做一个什么 像那种叫什么 那个 心电图 对对对 你整个光光躺着那 然后不断地 有医生进来说事情 然后你就躺着那 也没有任何人管 就那个帘子 随时被掀开 这个事情 外面的人也可以打开门 然后就进来 我觉得这些事情 都是让人很羞耻的 以及医生一边 给你做检查 一边聊天 我觉得这个 就聊家常 我觉得刚才的 你们在说的那个事情 我略略有点点不同意见 包括张鱼老师也在讲 就是那个 历村里面那个人 我觉得好像现在 都还多少带着一点 就是诗和远方的意思 好像女性 被禁锢在一个小镇上 好像比较少获得 就是诗和远方的权利 但我有时候又会觉得 好像就是我们的电视剧也好 包括我们的文艺 就是略有点 太鼓励这个女性 去想诗和远方 包括所以我会对 比如说电视剧中 像那个三海情里面 那个黄轩和日一扎演的那个 就是两人分手了 但是日一扎和丈夫 也挺好的 丈夫后来还是 那个腿都那个坏掉了 残疾了 她依然在生活中安等下来 我觉得这个能力也是特别好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 我觉得我们电视剧 我不知道脱口秀 是不是这个概念 就是说过于鼓励女生 好像就是觉得 你们要反抗现在的生活 或者说现在的生活不行 就是我觉得 就是说在生活中 沉浸下来 也是一种能力 就我有好多师妹 就是说 用通常的意义来说 是圣女 或者说 我觉得可能他们 就读了太多的小说 或者说被太多的 这种瘟疫教育所鼓励了 就觉得就是有一个 更好的男人 在远方等着他 他需要就是说 出门去寻找他 但是很多时候 就是在生活中安定下来 我觉得也是一种 非常非常非常必要的能力 我特别 其实这个娜娜能不能走 取决于有没有中彩票 其实在生活中 大部分的真实情况是 如果你有能力 安顿你自己的内心 你在哪里都是安顿的 如果你安顿不了 你走到哪儿 都是不安的 就是处理好自己的 内心世界的这个秩序 然后其实对 其实像这种快乐 是一种非常需要 努力的事情 就悲伤反而不用太努力 就很容易悲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